在马来西亚雪兰儿的格尼新村也出现了极端气候 当地的暴风局造成了民宅毁霜 所以慈一志工在得知消息之后立刻前往勘灾 希望能够结合地方政府的力量 协助受灾乡亲度过难关 暴风雨过后 雪兰儿洲格尼新村一片狼藉 老树被连根拔起 有的甚至砸向民宅 造成不同程度破坏 影响居民生活 老旧房子遇到极端天气 受影响程度严重 在这志工得知消息 马上前往视察 现场看到大风江整片屋顶催走 受灾乡亲赶紧抢修 无奈还是赶不上老天爷的速度 至工实地走访灾区 收集资料 并与地方政府商讨对策 希望协助受灾乡亲度过难关 我们现在就是拿着这种报告 我们将会像拿去复理局 马来西亚的复理局 过后我会像每一个政党 每一个政党和有关部门 去審订这个破坏 来协助他们一个慰问经 面对异常气候 人人应该戒胜前程 没有停止对大地的破坏 才是最佳的防止灾害之道 来新闻 黄车锋 罗国聪 马来西亚报道